如果中央宣布13日微解封,那夜市餐廳可以开放内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百货业者的看法跟因应的措施 那刚刚的话,其实我们的百货业者贵位 尤其是在美食相关餐厅业者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有特别提到是说,他觉得 听起来是他其实觉得这个事情是蛮稍急的 他并没有觉得说微解封就能够解决目前 在百货贵位,尤其是在美食街的业者的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可能就是开放内用这件事情 可能人流没有办法一下子回复 那再加上餐厅的业者,他们也需要做许多在防疫相关的措施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听起来是说还是他们业者的第一线的说法 还是比较期待,如果今天疫苗的覆盖率能够提升的话 才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在目前大家遇到疫情的问题 那当然也会担心说,如果今天微解封或者正式解封之后 疫情会不会在突然的一个爆发,对于业者的冲击会可能更大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希望政府能够把疫苗的部分 能够尽快的来做购入 那3加11的争议,陈时中先甩锅了陈中燕 结果被爆做根本没有专家讨论 陈时中一直讲说自己要负责券,没有具体的答案 请问委员怎么看 其实3加11的这个争议呢 早在很早之前,当我们今天有了这个3加11的防疫政策的放宽的时候 其实当时柯文哲市长还有我们一些立法委员就有提到说 3加11的政策放宽到底是谁决定的 到底有没有公卫专家来参与 到底有没有公卫专家来签字,帮这个决议背书 因为就我们所知道的,其实这一次的COVID-19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他在有症状之前,他其实就具有传染力 那同时他的潜伏期可能到5到7天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对于边境的管制 如果今天放宽到所谓的3加11的话 那只有3天的这个我们讲说检疫隔离 那到后面11天是属于自主健康管理 那这样的话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环节就特别重要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今天要放宽到3加11 那有可能在3天的这个剪居家 就是那个我们讲说隔离旅馆的这个检疫完之后 他可能在后面的11天里面 他是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他有可能是他本来有确诊 但是他没有症状,3天内没有症状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呢 他后面的这个11天的部分 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没有落实 那有可能就会造成疫情的破口 所以在这一次华航的这个诺富特的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因为这后面这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你就是第一个 这个政策本身没有公卫专家背书 第二个,华航跟诺富特的管理不佳 造成自主健康管理没有落实 那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陈时中部长就是扮演一种很空灵的角色 他就是一直说他要负责嘛 那或者是说他一直说 哦,这个会议这么多我怎么记得有没有 那今天我们的问题都很简单 一,有没有公卫专家背书 二,有没有开过会 三,有没有会议记录 这三件事情如果你要负责的话 就应该是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而不是好像挤牙膏似的 到了现在还一直不停的在爆出来说 其实根本没有开过公卫专家的会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让我们民众感觉到非常的 有觉得非常的 就是感觉是不知道 为什么政府会这样子面对 一个重要的公卫决策 那当然连带的其实大家的 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也会跟随着下降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接受专访认为 绿营蒙大国民党特权疫苗 提到他手上有总统府的疫苗名单 威胁可能会公布 对此委员怎么看 我想总统府跟中央机关 确实哦 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疫苗的分配 给各地方县市政府的时候 其实就有发现说 其实总统府跟中央机关 确实有挂了一些部分的数量的疫苗 在北市府 但是施打的对象就只有中央来 就是中央的造册中央才知道是施打给谁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 确实我们不想要去揣测说到底 中央政府在这个部分呢挂到了这个 这个北市府的疫苗到底他的用途 或者是他用于哪些类别 因为毕竟北市府的角色他也不会知道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还是希望说中央政府既然常常就是讲到这个 特权疫苗的部分 那看起来就是台北市跟台南市 也都有这个在特权疫苗上的争论争执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还是希望中央政府就尽量公开透明 毕竟当我们今天就是有挂了一些疫苗到北市府的时候 那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 这些疫苗的用途跟造册 虽然北市府不知道 但是依据刚昨天这个市长的讲法 可能看起来是确实还是有一些 可能性是他有可能会了解到说 到底这个疫苗是打在谁的身上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强调 现在其实感觉上我们在全台湾的疫苗状况 是换寡又换不均就是疫苗不够用之外 大家又在这个谁先打谁后打 分配给谁这件事情上面争论不休 甚至也挑起一些族群对立或南北对立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 非常的希望我们政府的疫苗的到货率 能够精速的来做提升 那不然的话这样的问题 只会无限循环一直轮回下去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接受专访控诉 包含淮南市场和萊珠事件都感受到 中央社局请军入问明显是早有准备 请问委员怎么看 其实当天的记者会都是有全程直播 而且我想这几天也放送了非常的多次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有没有要请军入问 我想就是个人自己的感受 那谁去那边就是喷口水 或者是谁去那边就是 尝试着想要把这个局做的 就是好像都是台北市的防疫不利的状况 我觉得当然这个在过程当中 毕竟都有直播啦 影像是最直接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看 那当然说包含说在地方上的 这个自治会长自己的一个心声 也表达的相当清楚 那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真的在过程当中 有一些相关的对话 那我觉得也只有他们双方才会 比较清楚到底细节是如何 那我在这边因为我也没有参与到 他们北市府跟CDC之前的对话 那我想如果要会议记录的话 大概CDC也不会给我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可能大家就以最后呈现出来 直播的场景来了解 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就可以了